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依旧毫无头绪 求助无门的老李只能发放寻人启示 但路人大多对此漠不关心 只有一黑衣男子失去了掉落的纸张 老李哪里知道 他屈公感谢的这个陌生人 正是卢走小美绑架多名女性的罪犯 男人名叫丧彪 他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 和他悲惨的童年经历脱不了关系 他七岁那年最久的父亲放火烧了全家 一家四口葬身火海 被母亲推下下水道的丧彪逃过一劫 自那以后 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 独自生活了二十年 恶劣封闭的环境 和不堪回首的经历 让丧彪的内心逐渐扭曲 他开始利用街头巷尾的监控 寻找深夜落单的女子 将他们绑至下水道 然后施加酷刑 折磨至死 以废旧的住宅为基础 在下水道里 修建了实施恶行的恐怖王国 这样泯灭人性的做法 显然超出了韩国警方的想象力 他们调查多日 也只发现小美最后出现的地方 在牛兰街附近 从相识的警官催断根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 老李守株待兔 等待着罪犯再次现身 与此同时 在路边维修电路的警官 发现了不对劲 一条多出来的电缆 延伸到了下水井之中 而那周围居然有一缕 黑色的头发 警官瞬间意识到 这下水井和之前的失踪案 肯定有关 他决定深入下水道 寻找真相 这一切都被监控器前的丧彪 看在眼里 魔鬼一样的男人 设好了陷阱 等待警察中招 有蜜蜂的塑料袋 了结了男人的性命 他的犯罪档案上 又多了一笔罪恶的血债 接二连三的失踪命案 让马家团的居民人心惶惶 大多数家庭开始禁止 女孩深夜外出 金姐就是其中一员 父母离世后 金姐和妹妹相依为命 因为意外事故 失去听力后 妹妹成了聋哑人士 只能通过上千条的短信 和金姐交流 女孩也因此被金姐打去的换作 千条妹 金姐盯住千条妹 不要在深夜外出 这一晚 眼看天要下雨 闪解人夜的千条妹 执意出门送伞 奇了 这一去就给自己招来了 杀身之祸 昏暗的灯光下 她撞见了丧彪的行凶现场 本可以悄无声息地夺过此节 但电话铃声不适当地响起 彻底暴露了千条妹的行踪 将心不惑的猎物 推到下水井之后 丧彪目露凶光地追了上来 为了逃过男人的追捕 千条妹在背街小巷里 拼命地逃窜 引起了老李的注意 看到视频里传来的画面 金姐意识到大事不妙 没等到两人赶到现场 千条妹已经被丧彪追上 电话也因此中断 心急如焚的金姐求助警方 得到的是敷衍了事的回应 按照规定 失踪72小时以后才能报警啊 你过两天再来 斯密达 再过两天人都凉透了 喊你们过去收尸吗 事已至此 他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救回千条妹 他循着手机定位 找见了一栋废旧的建筑 这里是丧彪之前被烧毁的住宅 也是他作恶行凶的大本营 从下水道里传来的手机铃声 印证了金姐的猜想 千条妹的确被困于此 他眼一闭心一横 便钻入了漆黑的地道之中 而另一边 追丢千条妹的老李 撇下井盖旁 倒着辆警用摩托车 他转念一想 恐怕其中有鬼 干脆也顺着井盖 进入到了下水道中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地下四十米 竟然埋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 老李强忍着恶心和恐惧 给崔段根打去了电话 如灯下面的下水井里有尸体 快去查监控 肯定拍到了犯人 不巧的是 这下水道的信号极差 电话那头的崔段根 只模糊地听到了三个字 监控 他赶忙回警局调阅监控 赫然发现失踪的那名警察 进入过下水井 这也是怎么回事 难道失踪案都跟下水道有关 崔段根赶紧通知警局 请求派兵支援 可上级领导驳回了请求 嫌疑犯叫什么 干什么的 你啥都不知道就要抓人 你有证据吗 你有发票吗 你有保修卡吗 没见过这么位罪犯着想的警察 崔段根几乎气到吐血 可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 进入这下水道 根本就没有把握抓住凶手 然而就在男人 犹豫徘徊之时 下水道的千条妹 已经从昏迷中苏醒 女孩本想趁着丧彪不注意 推门出逃 却不料自己的举动 反而激起了男人的变态欲望 她关闭了警下所有的灯光 戴上了夜视仪 让圈养的男孩阿伟 充当猎口 开启了新一轮的不猎游戏 好在千条妹 没走出多远 就与金姐相遇 危险在暗中必尽 姐妹俩没时间感慨生活不易 只想快点逃出着人间烈狱 千条妹虽然听不见 但触觉相当灵敏 凭借着墙壁里传来的细微震动 她在纵横交错的通风管中 顺利找到了通往地铁站的出口 不幸的是 此时夜深人静 最后一班列车已经驶出 通风口的栅栏坚如磐石 金姐卯足力气的那几脚 也丝毫不起作用 逼不得已 姐妹二人只能折返回下水道 另寻出路 可当金姐找到地下停车场的另一个逃生出口的时候 身后的千条妹已经被一双手牢牢地拽住了大腿 眼看妹妹再入虎口 金姐崩溃了 她顶着庞陀大雨拼命呼救 回应她的是无情所上的大门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 金姐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立无缘 明知自己不是丧标的对手 女人还是鼓起勇气 抄起铁棍 伸手不见五指的下水道里 血色亮光忽然出现 一股力量从身后袭来 将女人拖入到了黑暗之中 等她再睁开眼 自己和千条妹都被囚禁在杂物间里 听见男人的口哨声永远极近 集中生智的金姐带着千条妹躲入了橱柜的夹缝之中 这方寸之地没什么能躲的地方 以为胜券在握的丧标不紧不慢地打开柜门 却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藏在后头的金姐稍一使劲 成敦重的柜子 便将男人压倒在地 金姐随手抄起电棒弄晕了男人 这才为自己和千条妹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他们刚一转头就撞起了阿伟 哪知在下水道里关押数年 丧标对阿伟非打即骂 男孩过得是生不如死 所以当千条妹递出仅有的巧克力 阿伟感动得一塌糊涂 良心未敏的她 带着千条妹找到了开启牢门的钥匙 还在关键时刻打开电闸 帮助金姐躲过致命一击 突如其来的灯光 刺痛了丧标的双眼 此心裂肺的惨叫 也惊动了四处寻找女儿的牢礼 她意外进入监控室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头皮发麻 半空中竟然吊挂着被保鲜膜裹住的尸体 颤抖撕开那层遮挡 映入眼帘的正是自己的女儿小美 女儿被如此残忍的杀害 愤怒让老李逝去了理智 撇进监视器里凶手的身影 男人果断追上前与丧标扭打在了一起 缺乏锻炼的中年大叔 终究不是嗜血狂魔的对手 就算已经豁出性命的老李 也没能拖住丧标的脚步 瘦弱的金姐成了男人发泄的对象 近乎疯狂的拳打脚踢后 女人也已经奄奄一息 但看着妹妹即将惨遭毒手 金姐仅凭残存的理智 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在熊熊立印中与丧标同归于尽 灯火焰烧毁了一切罪恶的痕迹 闪闪来迟的摧断根 救出了老李和千条妹 天色已经大亮 悲伤的阴影 笼罩着失去至亲的两个人 而后警方在那栋废旧的住宅里 找到了被大火烧焦的嗓镖 他与四具干尸一起 端坐在餐桌旁 仿佛回到了当初那个 幸福美满的五口之家 马家屯的连环杀人呐至此 落下帷幕 没有人注意到 在漆黑的下水道中 那个被所有人遗忘的男孩 阿伟已经再次带上了夜市镜 被社会抛弃的他 未来的命运又会走向何处呢 看完下水景 霞叔想说电影的开篇足够劣迹 但后续的剧情漏洞颇多 白白浪费了下水景 这个自带恐怖气氛的设定 片中丧标的人格扭曲 也给每个人敲响了警钟幸运 向来是种奢侈品 生活的不幸 每天都在上演 但有人选择就此沉沦 自甘堕落 有人却选择化悲伤为动力 笑对人生百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期待和各位再次在评论区里相见 下期视频更精彩 更刺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